劇集《飛虎》系列 叫好又叫做 新劇《飛虎之壯志英雄》 12月16日在內地率先播出 這日有份主演的黃宗澤 吳卓熙、陳豪、馬德忠 現身直播 和內地劇迷互動 而這日還收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楊仙堯為羅子逸 秘密彈下細仔 湊成一個好字 湊成一個好字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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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是嗎 是嗎 我很留意了 學員工 好 恭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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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細師傅大 恭喜他 恭喜他 他是我的鄰居來的 我恭喜他 是 是 是 所以出出入都見到他 不會見到的 他是我的舊鄰居 其實我 小時候還沒入行的時候 是我們鄰居 樓上樓下 是嗎 是啊 有點神奇 從小玩到大 那時候不認識的 是 不認識的 經常在網上 偷看靈女 會否之後都發個訊息 恭喜他 現在不要煩他了 先去找他 我想除了我們之外 很多人都會恭喜他的 一個好詞 非常好 沒錯 兩個都是我們 都很熟悉的 從小到大 是 謙仔 我又幫他做兄弟 看著他結婚 現在兩個了 不要問我了 何時遇到你 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 而Bosco同樣有開心事 就是日前剛度過41歲生日 這日劇組都為他送上蛋糕 Ron還做代表倩敏天博 驚不驚喜呢 剛才那個蛋糕 直接驚嚇 真是驚嚇 哇 嚇到我整個彈起 跟員工說真是沒有意思 嚇到他們 一拍手那一刻我沒有理 總之我就先讓我的兄弟開心 是不是 送了個Berthday Kiss 對 我經常都吃了 經常都吃了 經常都吃了 哇 好甜蜜 我上了都發我這樣 是 剛才我都見你去了生日願望 是 可以透露嗎 就是飛虎三 大賣 是的 大賣 有收視的 很好 觀眾看得很開心 這樣 是 那正日生日怎麼過呢 正日生日開工 開工啊 喔 有沒有慶祝啊 即是下班之後 沒有啊 四點多凌晨才下班啊 喔 真的會興奮鬼啊 每天都要開工啊 因為發政要趕我到尾 啊 趕我到尾了 不是他們到尾了 他們要趕我走 喔 不是 趕給我走 不是趕我走 然後我要去第二部電影 飛虎三有別於之前的幾輯 連爆破場口都特別多 所以拍起來也有難度 爆破場面那些開槍 比之前更多 所以這次是拍得特別辛苦 是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第一二部的時候 我們非常有力 那這次第三集我們就拿到預算 是啊 還有因為三哥不做飛虎女 是啊 走了去做國籍刑警 就交了一些打氣給我們 整天在後面很帥的 砰砰砰的就搞定了 那些Trader 不知道為什麼我沒什麼看見 三哥拍 但是Trader整條都是他 是啊 就是三哥騙騙騙騙的 又跟那個日本穿著和服的女生在那裡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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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 不過我們不可以打女人 三哥是喜歡的 是啊 哈哈 陳豪和馬德忠都是首次加盟這個系列 飾演飛虎隊總指揮 兩人都說這次拍攝感覺非常新鮮 好像真的加入了SDU 我就最覺得是那個兄弟情 就是跟三哥和輝哥 他們阿Mo 就是那個兄弟的感情 就是很男人 很男人的味道 我覺得大家看起來就會明白 好啊 阿Mo呢 我自己就比較欣賞他們這次 整套的武裝 他還說是拿到2021最新的版本 差不多綠色 穿上身 說加上都成二十多三十磅 都重的 那自己這次真的感受過了 劇組為求效果逼真 採用真槍拍攝 新劇用的子彈數目 還在香港試壇排第二 之前艾力保雲片場 走火誤殺事件 令人關注 所以阿Mo和馬臣都說 拍攝時很小心 以免受傷 出來的質感 要令到我們拿上去 那支槍重不重 都會令到整件事 出來實不實正 那我經常都說是 雖然發生了 現在有些意外的事 令到大家對這個有點害怕 但是就有時拍戲 這一種的感覺 是無論鏡頭上面的震撼 對演容我們拿著出來 整件事可以更加真實一點 我可以說